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他发现这个男人好像是前几天绑架小梦的人 可是却为时已晚男人把他绑了起来 不仅威胁他并且从后面抢奸了他 从此以后男人也就再也没放他走 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被关到了一个小黑屋 并且在这个房间遇到了前段时间失踪的小梦 可是小梦为他喝了一杯水也就再没说话 后来他多次反抗可是每次都被男人威胁制服 没过多久后男人来了 男人让小梦给和他一样的一群女人化好妆 穿好漂亮的衣服去接客 在客人酒店楼下 男人让女人在内衣里装了窃听器 并且交代了一些他的规定 刚开始女人一直反抗 可是男人以女人可爱的女儿为人追 女人只得服从男人的话 就这样他战战兢兢的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接客 他很痛苦却只能行尸走肉般完成了他的任务 并且将赚的钱都交给了男人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 女人成了男人卖银赚钱的工具 时间一点点流逝不知不觉 九个月过去了 或许因为太久了 他对外面的生活失去了希望 也不再反抗 直到有一天 他接到了一个感觉有血有肉 有感情的顾客 他感觉自己看到了希望 于是他在纸条和名片上 写出了自己的求救信息 可是男人感觉不对劲 冲了上来 慌张之下女人立刻吞了字条 名片被他的顾客带走了 可是这个顾客却极其不信任他 也就没当回事 还到处和别人开玩笑的说 也刚好就是这次的求救 他的那位顾客在按摩店做按摩 也跟别人聊起了这件事 刚好被旁边的人听见了 于是那人决定来到名片上的地方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人被绑架 最后这个人也就是警察 救出了女人 同时一起和女人被绑的人也被救了出来 强奸囚禁犯被判醒了 同男人一样被判刑的还有他几个同伙 法网灰灰数而不漏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正义永远回到 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 更不要心存侥幸 这个故事是由真实事件改编 同时把这种事件搬上大荧幕 让大家知道 社会上是有这种人 这种事情的存在 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拍摄的手法和角度都很好 题材的选择也很新颖 总之是一部可以消磨时光的电影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略映时光 视频 下注锁点 其后 其后 在关锁点 下注锁点